记者正宏达台北报道,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民调显示,台中市长选情中,国民党立委卢秀燕的支持度以39.7%乐胜市长林家龙的33%,领先幅度超越误差范围。 基金会内政组召集人黄德福更以燕而高飞,龙困浅滩形容台中选情,国政研究基金会委托TVBS民调中心针对台中市长选情进行民调,显示这次台中市长的投票意愿,有76.6%的民众会出来投票,仅15.2%不会。 若试问明天就是投票日,会投给林家龙的市民有33%,颅秀燕则有39.7%,胜幅达6.7% 在喜欢度方面,颅秀燕喜欢度有38.7%,不喜欢度12%,林家龙则分别为33.6%及31.6%,对于市长林家龙的施政满意度部分, 满意的民众有40.3%,不满意的则有36.2%,若针对颅秀燕主张的地方证件调查,民调问颅主张恢复65岁以上补助健保费,减轻年轻人帮父母缴健保费的负担,赞成者有66.7%,不赞成者20.7%,民调问颅主张 年底的世界花博博博览会,台中市民可凭身份证无限次数免费参观,赞成者有63.4%,不赞成有23.1% 黄德福根据民调结果表示,林家龙的施政满意度在低空回党,且针对颅秀燕所提的健保与花博证件,满意度也都高达六成,他能对台中目前的选情来下个结论,就是燕而高飞。 龙困潜满国民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吴玉生表示,各家民调都显示此趋势是稳定的,且林家龙有比卢秀燕强大量,三倍的网军,竟然有此趋势,代表其中有值得解读的意义。 他说,民众看得并非党派,而是针对候选人个人喜欢与否,这也解释为何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白色力量先前能高票当选。 吴玉生也说,对于林家龙、卢秀燕的支持度,要看在地形像如何,他们发现,国民党政治人物能有如此低的不喜欢度,是很不容易的。 他呼吁全国民众,不要把重心置放在台北或新北市,因为台中市是重要的板块,其外易效应不容忽视。 本民调调查对象为20岁以上涉及台中市的民众,调查其6月5日至20日,有效样本为2520位,在95%信心水准下,抽样误差为正负两个百分点内。